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黑暗之坟第29集 冰冻的艾斯洛耶斯的第4部分 我是来自太阳神教的双拳侠 可以展示一下这一集我们所使用的武器 就是这个骨拳套 两个都是加5的 而且我清晰的记得 非常清晰的记得 骨拳套这个东西 就是在 就加0白板的时候 它的伤害是14点 然后后期后面的补阵是250点 然后花了30个光辉屑 把两个都加到加5之后 这边有个妹子 加到加5之后 它变成了20点加266点 总计提供了 提升了30点都不到的攻击力 不会吧 怎么会这么猜呀 为何会这么猜 好吧 那这边的话我们使用的这个 骨拳套的话 它的打法的话 其实骨拳套之前我说错了 它的打法其实倾向于打一个这个 就是套路连击 就是combo 就轻重攻击之间各种各样的衔接 比如说 左边的这个双持的轻攻击是这样 这样二连 这样二连 然后轻二连之后 再接着 继续往下接的话就是二连 然后是一个吸顶加加一个直拳 大概是这样子 是一套比较快的连招 然后右手单手的攻击力的话 轻攻击是这样 是一个太祖长拳外加两个吸顶 然后的话 那个右手的那个重攻击是这样一个扫藏腿加一个重攻击 可以这样的话应该来说是可以右边轻攻击 然后接一个左边轻攻击一套下去 然后马上接个 然后可以接个重攻击 然后再接一个飞踢 都是各种各样一套的那个动作都是可以用的 反正就是看情况吧 就是找一个输出时机 你觉得输出机会好就想多打一会儿 然后输出机会不好的话就少打一会儿 然后当然龟派七弓还是不成问题的 好 那么这边的话 今天的话就是要打这个白王这个boss了 白王还是比较强的 这边的话好像有个人叫万花金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灵体可以召唤 那我们这边就不召了 在这的话有一个铁箱子 是冰封之后可以解锁的 但我记得好像并不是什么油卵用的东西 啊 机器之盾是一个盾 看一下看一下 啊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好像装备这个机器之盾装备之后 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些属性 好像是这么回事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召唤到一个 我们好久没见的卡牌大师啊 啊我还以为已经死了 对吧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 嗯 你好呀 会不会打个招呼 并不会 嗯 然后在这边这个位置可以召唤到一个很逗的NPC 叫深的谢一 完全不懂什么名字 叫深的谢一 是一个相当有礼貌的NPC啊 是拿着一把这个好像是猎龙大弓的一个拿弓的NPC 然后见了我们就会下跪 然后带了一个这个斗逼头盔 嗯 然后这个NPC有个特效就是白王 白王看到他好像就是会疯狂干他 就是疯狂干这个NPC 但是就不会干我们 在他NPC死的之前基本上都是 不会这个 不会这个干我们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有四个白骑士收集好了 那这次的话我们就全副武装 来一次6V 6V4的一支盛大的群批啊 我们进去干 第一次打的话 什么叫第一次打 啊我们带6个NPC过去继续打 应该来说是不成问题了 哦 很帅啊 嗯 白王有很多这个邪道的杀法啊 有两个邪道的杀法之后可以提到 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要清一些那些黑骑士嘛 就之后白王出来出来之后啊 我们就用两个机友 我们如果是联机机友的话 就让那些机友去站在那个这个位置 然后从上面一个下落攻击 就是很很高很高的下落攻击 就是很很高很高的下落攻击 可以积攒非常高的伤害 可以一刀把那个白王给秒掉 我靠你这样敢打我 可以看到我们这套拳套啊 这古拳套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它有30点的血忍 它攻击频率这么高 加上它30点的血忍 可以把那种 就是打打怪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疯狂的血忍 巨剑才45点 巨剑砍一刀要这么久 但是拳套打两下 就要超过巨剑的一下的这个效果了 所以这个拳套的话 只要被连到第一下 就是会被无限的连 就打那种小怪的话 就会被无限的连 但是之前也说过 就拳套这种东西就是 并不适合群殴 等一下 我怎么会死在这种肖小手里 等一下等一下 好 单挑一个黑骑士还是不在话下的 等一下 巧人头 欸我靠 神他们后退 我靠 哎呀 救命 好 可以看到这个白骑士啊 他在打掉了一定数量的这个 这个黑骑士之后啊 他就会那个 把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 召唤这些黑骑士的门给挡住 把这些黑骑士的门给挡住啊 冰封住 然后就讲到这个白王第二个邪道的杀法 就是在这边 把白王引到这个位置啊 就是用这个大盾卡住这个位置 不让那个白骑士冲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门给封住 然后白王来打你的时候 你把那个白骑士的位置给卡开 然后那个白骑士就会把这个门封住啊 就造出这么大一个冰 然后可以把这个白王封到这个冰里面去 然后白王就被瞬间秒杀了啊 这是第二个邪道的杀法 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啊 就算了 这卡牌大师快死了 我在这边给他搓个 搓个奇迹把他回下去 很轻松啊 很轻松啊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白骑士 就在这个白骑士冲向最后一个门的时候 就用一个大盾卡在这个门口 把这个门给卡住 然后这个白骑士就会朝你去狂冲 狂冲 然后冲着冲着冲着 然后就是等这个白王出来 白王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向他跪一步 跪一步 白王威武 白王威武 然后就是把这个白王也吸引过来 然后在白王到的时候就 那个 给他一下啊 就是让开 让开位置 让开位置 然后白王就会被封在这个冰里面 就瞬间就死了 现在的话我们手边有一个白骑士 然后两个这个NPC 所以打这个白王还是不在话下的 当然这个白王血量会非常的厚 好 可以看到这个白王会疯狂的干这个深的血液 这个白王也 白王也称为这个自由高达 自由高达 说好的只会跟NPC呢 NPC的仇恨还非常稳 等一下 喝一口 让你尝尝什么叫群欧的滋味啊 好白王开始搓技能了 白王激光剑 趁着他还在打NPC活着的时候多输出一会儿 他现在招的激光剑就变成一个半围伤害了 很强的 一直在被他误伤 一直在被他误伤 一个家伙死了 他终于两个旋轻的 耗 featured ita 確实69 但是這個拳套攻擊距離好短啊 他快死了 好菜啊 但是我NPC也快死了 哇操 等等等等 NPC快死了 好 喝一口 卡布大師也快死了 好 那我們堂堂精神來單挑吧 好 來 又附魔 老可 好菜啊 活道 等等等等等… 啊 燃燒傷害ùng不高 活道 哇 啊?你為什麼這麼強? 為什麼這麼強? 誒?當然這只是演示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的傷害 誒這邊有個叫做萬花的這麼一個雞老 難道是玩雞三的嗎? 我們可以在這邊召喚他一下 看他能不能幫我們打一打 可惜不是個太陽騎士 看來這個雞老有點卡 招出來了 招出來了 是拿一把赤鐵雙刃劍的一個 穿著哈威爾一套的 力量號 看他拿的還是一個 妖枝 好吧 那我們就去打吧 我 這個這裡的話 NPC就不招了 NPC就不招了 嗯 不用再招了 不知道這個雞老靠不靠譜 他可能是想刷那個洛耶斯騎士之魂的 所以過來幫忙 打這個 打這個boss 一般來說這邊 現在也不太能夠看到這個有 雞老過來幫打了 這雞老還下沒下來 雞老還沒下來 哦下來了下來了 金石之士 拿一把山地槍啊 這麼忙 這雞老有點卡 帶的我也有點卡 諾耶斯騎士大劍 這個應該是掉魂了 諾耶斯之盾金了 難道這個雞老是那種不會打 過來彷彿幫人打以後練習的嗎 難道是這種雞老嗎 哪把3D槍金了 不啊 不啊 這些諾耶斯騎士好強 又是這個焦炭的一套了很菜臉 等一下我要死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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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帥啊好帥 好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群P 這個技佬還可以 還有一扇門 這次的話這個打得太快了 就你親這個NPC親得太快的話就會出現這個 還有一個門還能再召喚最後一個洛耶斯騎士 然後白王就出來了 白王就出來了 造成這麼一個效果 陽光之劍 我們忘記帶個陽光之劍了 然後這邊還會有最後一個交叹騎士出來 但這邊白王已經刷了 這邊我先把這個最後一個交叹騎士給乾了 哇 白王 神他們白王 等一下等一下 一切都是誤會 一切都是誤會 好 我去跟這個交叹騎士蹲單挑 我打 我打 火六根 好 那這邊的話就要去 幹這個白王了 上 哈威爾 少帶一干PC的話 這個BOSS血量瞬間就 下去很多 防禦率什麼也低了很多 龜派氣功 哇 好附魔是吧 幹他 嗚 arab 暗默 就會 等 等一下 幫我報仇 幫我報仇 好 万花大哥 你是好样的 龟派气功 好 漂亮万花大哥 你会死的 你的死我会记着 好 没打到 攻击距离好近啊 干他 抢人头 龟派气功 没打到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龟派气功 我的人头 好 跟我抢人头 你还是太嫩 太嫩 好 这个家伙也是 让他打了个酱油 让他打了个酱油 他应该可以回去了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白王的冠冕 白王的冠冕 很轻松啊 打白王 其实单挑也比较容易 但是这样有鸡老 愿意过来 这个放福的话呢 就让他呆一下吧 白王 就像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DLC的 四王的冠冕 就已经拿到了 铁之谷王的冠冕 然后圣鱼王的冠冕 三个DLC 有三个冠冕嘛 然后这个白王的冠冕 他们每个都有一个特殊效果的 铁之谷王冠冕 是回复咒纹的使用数量 白王的冠冕的话 好像是缓慢的回血吧 然后这个深渊王的冠冕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另外还有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范克拉 古王 古王冠冕应该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范克拉德王的一个 这个 这个 那个头冠 头冠 我们带上 很菜呀 很轻松啊 好 那这个DLC就完结了 完结了 然后的话 现在的话 我们身上有看 有多少个洛耶斯之魂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啊 猜一个 猜一个 看一下说明 就是说这里的洛耶斯骑士的 这个灵魂 然后的话 收集起50个这么一个灵魂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怎么说呢 就可以像这个 这边的这个王妃 换取 跟他说话的机会 然后他就给我们一套 这个洛耶斯骑士套装 就是这边这两条路 现在不是被冰封住了吗 被冰封住了 然后你收集起50个 给这个王妃 然后就可以 他会把这个冰块给封开 非常淡疼 他自己说了自己是这个 深渊的碎片 跟我们这个本体当中 这个最终boss是一样的 好吧 然后他继续说话 遇到被混沌吞噬的洛耶斯骑士 他的魂魄仍然在这个混沌当中 然后他希望你能给他这些 这个啊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了 然后的话你只要这个一直去 呃去那个一直说 一直跟他说 对不起 有了收集起了50个这个洛耶斯骑士之魂 然后你就可以上去跟他说话 领一套那个很丑的那套洛耶斯骑士的衣服 其实不丑很好看 就那个头盔很丑 但衣服很好看 OK 那这边的话我们打完了这个 白骑士白王之后 我们应该是可以去 呃 灰石阵去换点东西 去灰石阵去换一套这个白王 换一件白王的这个装备 可以换两个白王虫恶罚 我们去换一下 可以换这个 二娃 那这一集打得好快呀 啊 二十九集结束的好快呀 我是不是太强了 罪人之剑 我们可以换一下白王特大剑 就是这个白王的装备 嗯 好 就把白之之剑 王宠恶罚可以换把白之之剑 嗯 嗯 嗯 其实王宠恶罚应该留着换其他的 嗯 这把白王激光剑呢 就是白王拿的那把剑 嗯 是一把非常时尚的一把剑 我们把这把白王激光剑给装上 他一定要双持 主要是他一定要双持 是一把时髦值这个游戏当中基本上是最高的装备 激光在这 白王特大剑 他单手拿的话就是这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 当他双持之后他打起来就这样子的 啊 攻击范围非常的大 啊 非常强 他就是 你在这样挥的时候你身后都能打的话 可以试验一下 比如说这边两只蜘蛛嘛 哎 下来 我居然没有蜘蛛了被我杀绝了吗 啊 这一周末的蜘蛛已经被我刷绝了 并没有 比如说这边这蜘蛛 我在这边 扫的时候我 背后也是有伤害的 然后并没有 然后并没有 我靠 啊 攻击范围会非常的大 反正就是非常的大 但是他 这种激光剑每挥一下都会降一格耐久 就是说用的非常的快 一会就 必须找巨人王 疯狂的领这个 领那个 领光粉才行 而且还得配合封坏戒指才能用 然后这个王宠恶娃的那把直剑跟这个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啊 是一把在手里就像匕首一般短的这把直剑 但他挥起来是这样子的 但是比这个白王的这把大剑就效果就 时髦指就低了很多 然后这把这把剑还有一个双持之后 还有一把这个特殊的攻击动作 啊 并没有什么卵用 并没有什么卵用 而且还特别容易坏 然后还可以换白王的一套衣服吧 应该来说可以 去R3那边买了吧 啊这个游戏玩解的好快啊 玩解的好快 是找R3去买的吗 还是说是换的 看一下 白王的装备你卖吗 难道说白王的装备是 之后去 找那个 用洛耶斯之魂换的吗 不是很清楚 好像这边没得买 还是去那个 海德巨火塔那个商人 不是那个那个什么 荣铁城那个商人买的 应该不会 因为那个DLC是 铁之谷王的DLC 所以才会用这个 这套东西去买 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白王那套衣服怎么弄 那想了想去的话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BY雪原没有去 古权套你可以退休了 这个BY雪原没有去 BY雪原的话 这个小地图啊 其实不影响这个 游戏的禁止 我看一下这个视频录多久了 应该 才一会儿 24分钟 那这样的话 顺便把BY雪原也通一下吧 这种东西对我来说 实在太简单了 我们是用赤铁刷刃剑 还是用 3D枪呢 那边的话就是突出一个 高伤害 高薛刃吧 应该是这样 就是 出出一个这么一个 高薛刃才有 未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 先拿把这个 载个铁之谷王头盔 但是我们身上没有火焰武器这么一个技能 风硬太野 大火球 没有火焰武器这么一个技能 那算了 就直接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 这个阳光之剑打吧 这个boss 这个 这边这个 BY雪原的boss是弱火的 最好是用火系的属性去打 最好是用火系的属性去打 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装备去打呀 就这样吧 那我们直接去吧 不莫子 顺便一打就行 这只要瞎眼了 古迹要瞎眼 疯狂瞎眼 疯狂瞎眼 好 走你 我们坐上这个棺材板就可以 到那个楼下那个 血缘去 这是这个游戏制作主 最大的恶意吧 我觉得是最大的恶意 神经病一样的地图 脑子有病 这就是BY雪原了 这就是BY雪原了 什么都看不见 完全都看不见 你能依稀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太阳的光 这是你所有能看到的东西了 然后在这个BY雪原从这个地方 还压死了一个人 我们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压死了一个人 真不好意思 黄昏草 好像是现在我们要 最好不要迷失方向吧 它雪会 这样过一阵子会停上那么一小会儿 可以让你看清楚周围的东西 然后你往这些 这堂东西边上走的话可以召唤两个NPC的 一个是这个 修行者飞娃 就是我们在打罪龙的时候也可以招的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温格 两个都招上吧 修行者飞娃它会阳光之欲的 就是一个会 神奇迹的一个法爷妹子 还挺有礼貌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老朋友温格 老朋友温格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一路轻过去吧 我们就 朝着这个太阳的方向走 我们先往左边走 当然我们肯定是会迷路的 因为 就随便走吧 我大概知道在什么方向 先 收集东西的话 这条路收集东西是往左边一路 沿着边走 就可以收集一路的东西 我们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 然后的话 你要打boss的话就是从右边走 大概总体的路线就是一个大血的地 好前面来了一头麒麟 好 杀掉第一只麒麟 就是它会在风雪中会突然冒出来一只 伤害还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的话就非常难受 让人非常难受 然后我们这个太阳是帮助我们分辨方向的 基本上朝着太阳的方向跑 就能走到boss 然后我们每次风雪停 我们可以有一小段时间去关注一下 周围我们有没有这个走错方向 然后一会风雪又开始了 我们 又迷路了 又来头麒麟 好像被倒了 好 还好 就打这种麒麟的话 最好用那种高段数 高 高薛刃的装备 可以把它无限的打出硬直 这样的 不然它会跳得很远就跳开 然后放用技能来打你 非常的苦 我们尽量就一步步为营吧 然后 每次都杀一只麒麟 每次都杀一只麒麟 前面还有些脏笔 我看这边上有没有漏东西 这边有个房子 这边有个房子 我们先朝这个房子这边走 收集一下 这个沿路上收集一些东西 每次风雪重新起来 会有一只麒麟冲过来 你可以根据这个 声音来判断 有没有麒麟冲过来 会听到马蹄声 来了 在哪里 在这里 他会放这种技能 没体力了 他又跑开了 这个麒麟它是有概率掉这个鼓拳套的 在这一路上的话 尽量节省元素瓶 然后之后留着打Boss用 然后主要是每次风雪起来 又来一只 因为这这一路上你会掉很多的血 通常会掉很多的血 这NPC的话会用这个阳光之域 阳光之域 所以说一会他就会搓一个阳光之域 帮你补血 我们等 在这边 找到了第一个小房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漏东西 因为这边地形实在是谈不上手 太困难了 米勒帽子 这边的话可以 打到那个卡白大 好像是卡白大师的帽子吧 好像是没有没有面具的那个版本 卡白大师给我们的是有面具的 大概 然后这边好像似乎是在这个地方很难剪 但也剪不到什么东西 走吧 看周围有些什么东西 特别容易摔死 这边有什么 没有了 我已经迷路了 糟糕了 如果迷路的话就朝着太阳的方向跑就行了 前面还有个房子 不知道跨过这个血缘会有什么东西 那边还有个房 等等前面好像有马过来 哎呦好瞎 玩这个DLC 这个 就眼睛疼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遇到这个 如果遇到两个以上这种马就很麻烦 分裂了一枪 运气不好还会遇到三只就彻底积极 他还会飞啊我操 他还会飞啊我操 啊死了 又开始瞎眼了 这妹子来个阳光治愈 哎呦好 根本找不到路了 我们朝着太阳的方向走吧 我决定 这路上有什么东西我也不准备收集了 如果没有就没有吧 先把BOSS给挑了再说 之后想来 想来收集东西还不容易吗 前面有座城堡 这座城堡也是一个 落脚点吧 我们先往城堡那个方向走 但城堡并不是打BOSS的地方 马小马是不是要过来了 应该马上就要过来了 他可能从任何的方向冲过来 来了 来了 哎呀 并没有躲掉 操金了 我猜不要死在这里 好在这个地方 在哪儿呀 我已经不认识路了 我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呀 应该可以走到城堡呀 我在这儿 是这儿吗 找到了 好瞎呀 我受不了了 遭不住 城堡里面应该有些东西吧 好 神堡是这里是 类似于一个补给点吧 你在这边使用一个法罗斯之石的话 这边这个地方就会冒温泉 冒温泉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补血 包括NPC也可以回血 NPC过来 我们可以跟这个妹子一起洗澡 然后他并不并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洗澡 抑制朋友 是啊 这个BOSS恶心就恶心 这个BOSS本身难度也比较大 然后你每次过来的话都需要 跑上很久的时间去跑酷 我们的温格呢 温格拔拔 就每次跑的话 估计要跑上接近三分钟 才能跑到BOSS 然后你跑到BOSS那边你的手感已经没有了 然后打一个非常高难的BOSS 应该是两个吧 就是 之前不是把王宠的二娃给打了吗 这里他打的就是二娃 大娃跟三娃 反而沿着 基本上 你不收集东西的话 就沿着右边狂走就可以了 左边应该还有东西忘记讲 就沿着这个右边狂走 一路沿着右边跑 然后找一个Frontier去就是BOSS 是BOSS 等一下又来了吗 又来了 我就惊了温格到哪里去了 等下等下 我要死 來 陽光之玉 好樣的 他是我們溫哥 溫哥在千里迢迢往我們這邊跑呀 溫哥在幹什麼 這種菜雞玩意兒 我們繼續沿著這個邊走 還有很長一段路 路上有一些東西不拿了 實在太苦了 招不住了 而且沿著邊走的話 可以在很大多的情況下就可以 防止疑似性同時打兩到三隻的馬 就有這時候會 會一下子要打兩到三隻的馬 非常的苦 我操 就現在這種情況 三隻了 剛才是兩隻 現在再加又來一隻新的 我操 不行了 我操 唉唷 我覺得這一集可能這boss打不死 打不死了 就是這個地圖的話 而且我是知道是大概哪個方向的 就是初見的話 基本上就是瘋狂迷路 瘋狂死 根本沒法玩 就是瘋狂迷路 然後如果你在路上不小心死了 那就只能 只能衝來 更有瞎眼 太瞎了 抓不住了 把兩根pc給帶上 一路上做保鏢用 然後我們看一下太陽的方向 然後朝著太陽的方向往右邊蹭 蹭到這個地圖的邊緣 朝著太陽奔跑 蹭到邊緣 我又聽到麒麟的聲音了 然後這個地圖跑酷非常的難 因為這個麒麟它會用奔跑來追你 而且它會狂追不止 它會狂追不止啊 所以的話 你到boss的門口的話 後面可能 屁股後面還追著 三四隻的麒麟 然後你都沒有機會去附魔 或者怎麼樣 往左反 就沒有機會附魔 或者怎麼樣 只能匆匆忙忙進去打boss 而推薦就是一路輕過去可能會稍微好一些 大家可以根據進度條來計個時 我走到boss門口一次需要花多少時間 對 就沿著這個邊走吧 這樣不至於迷路 沿著地圖的邊緣走 反正你 打久了這個地圖 你就會 換上雪茫症 什麼都看不見了 眼睛都快瞎了 對 就沿著地圖邊緣蹭過去 好像在這個風雪當中還有那種 就是以前遇到的那種一次性的歧視之類的 但在這個雪裡面它不是 啊 啊 哇操不要這樣 媽的 差點又不是屍體幹死 這麒麟真是忙啊 我們把這個火焰松止給拿上吧 我覺得我現在傷害是兩套 轉兩圈差一點點傷害 所以復個火焰松止可能就可以一次性就殺掉了 因為這裡的怪都是弱火的 包括那個boss也是弱火的 所以的話推進火屬性的武器來打 不過也差不多吧 好我們繼續往前吧 哎呦 瞎了瞎了 這次的話 這次暴風雪再次恢復的話 又會一頭麒麟衝過來 而且越靠近boss的話 嗯 越是那個 越是多 又來了 又來了 附了個松止輕鬆多了 哎好 關鍵是我打這個boss毫無心得呀 又要狂死了嗎 玩你妹呀 而且這種麒麟不知道從哪裡出來的 在視野範圍內看不到他 然後風雪一停馬上就衝過來一個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憑空刷出來的 又來了 啊 時刻注意周圍 應該快出來了 來了 好這邊就殺掉了 打這個 打這個boss的話推薦使用一些 傷害比較高的武器 快速秒掉第一個 反正之後就會說到吧 估計要打好幾次又來一隻 好這個NPC及時的來了一個陽光之獄 還是比較舒服的 但打boss就不要他了 這個boss的話 只要一個NPC 感覺還可以 但是 一旦有兩個NPC在身邊的話 這boss血量就厚得有點嚇人了 就有點很難打 我們帶一個溫格就可以了 應該快到了 又來了 你無法想像每次打boss都要在這種瞎眼的環境裡面 跑上幾分鐘 而且還有這種非常強的怪物來騷擾 馬拉松啊 怎麼又被頂到了 非常怕遇到三隻這個麒麟 三隻這個麒麟真的是很容易死的 那邊好像又來一隻 那個NPC開始亂跑了 又來一隻 又來一隻 鬼術麒麟 快到了快到了 就前面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保了多少時間 終於跑到了這麼一個地方 哎呀 就這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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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還有個東西去撿了 生枝戒指 生枝戒指還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 你連擊的時候 就這裏了 連擊時候是就是說 你是一個白靈的狀態 然後你正上這個生枝戒指 你就會變成肉體的狀態 好 這邊就是前面就是打BOSS的地方 好虛啊 我虛的 特別虛 這裏的話小型NPC可能會掉下去 就抓緊通過不要在橋上晃悠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用這個 把這個 我們把灰滴石給換上 可能12瓶元素瓶都不夠我們用的 然後再用這個 決別黑水晶 我們把那個妹子給 飛瓦給弄 因為她太脆了 就很容易被秒掉 她的恢復技能在這種戰鬥中也不太能用出來 就帶個肉一點的溫格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給這個溫格來一個大恢復 溫格的血量真的是非常厚 一個大恢復居然才回那麼點血 血量估計是我們的10倍 然後這邊的話我決定用 用什麼武器來戳這個傢伙呢 那個武器是最好拿個火焰 或者用巨劍砍吧 我們就用巨劍來砍好了 或者刺劍也是可以的 或者武士打刀 用刀來砍也是可以的 我看有沒有什麼武士刀 我們有兩把武士打刀 狂戰士直刀 跟打刀雙持了兩把武 兩把刀就硬砍砍好了 因為反擊比較高嘛 本來想用巨劍來砍的 右手狂直 然後是左手打刀 然後這個十戒就不要了 嗯 但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的戒指來 增加我們的輸出或者怎麼樣 就帶一個 帶一個 這個魚者戒指增加我們的 算帶個火之戒指 帶個魚者戒指增加我們的石貓值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用這個 來個雙腹膜吧 打這個BOSS最好的附魔其實是火附魔 但是我沒有這個火焰武器 所以的話就只好用一個陽光之劍吧 陽光之劍給左手附魔 然後的話這個火焰松直給右手附魔 然後我們用這種狀態來進去強行打這個BOSS好了 BOSS的話就是兩隻老虎啊 BOSS BOSS 我操金了 溫哥快來救我 在這個老虎造血量到一半的時候就會 就會出現另外一隻老虎下來一起打 注意不要走到那個太那邊 靠那個老虎太近的話那隻老虎會提前下來 果然是溫哥把那隻老虎提前引下來了 好了接下來難打了 神TM隊友 搶先秒一隻 巧 秒了一隻之後另外一隻就好打了 萬尼妹啊 我操 我還想著應該來說這次口是來得及喝出來的 哎呀 萬尼妹 哎呀 好難啊 剛剛其實已經算是已經差不多過了 因為一隻已經快死了 哎呀 又要重新跑一遍了 又要重新跑一遍了 這路上如果一個人跑的話會比較受苦吧 因為一個人打這個麒麟 可能3D槍打的話會缺一點傷害 稍微缺一點傷害 就是你打精力一條打光 這個麒麟還有大概一小隔血 這次跑得快一點 這次跑得快一點 抓不住了 還希望這一集能夠直接把這BOSS給撸掉的 來了 算了 不管了 NPC在那邊打 懶得管了 直接衝了 好 完了 好 懶得管他們了 大不了一路跑到這個BOSS門口再統一解決他們就好了 這次一定要小心一點 可以穿的稍微厚實一點 穿件哈威爾什麼的 然後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這份裝備的話 BOSS拍我們兩下就拍死了 如果能夠把血量稍微再往上撐一點點 就拍成 解成三下的話 可能就稍微舒服一些 兩下跟三下還是有區別 這次比較快 就一路直接奔過去吧 又來了 哇操 哇操 驚了 不要殺我 好 陽光之魚好樣 好 陽光之魚好樣 殺他呀 兩隻齊靈不管了 不管 齊靈太多 快跑 那個飛娃快死了 死了也好 省得我把他招回去還麻煩 好瞎呀 好瞎呀 草 這是哪兒 噢 驚了 你看我們兩套下去大概差一點點血 然後我們就要死了 然後我們就要死了 陽光之魚讓我吃一口 讓我吃一口 好吃到了 唉呦真苦啊 看來這個魚者這隻家屎貓子也 救不了我們 那怎麼辦呢 拿個三龍吧 三龍可能可以 多撐一會兒 我是走過頭了嗎 我是走過頭了嗎 怎麼感覺走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怎麼感覺走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好 並沒有 差點一路摘下去了 好 並沒有 前面就是BOSS了 哎呦好苦啊 好了 又一次走到了BOSS門口 這次不要再失誤了 NPC應該不會傻到這樣自己掉下去吧 但是好像 但是好像 他們在跟一個什麼東西 纏鬥好像 溫哥都 溫哥在那邊跟兩隻 兩隻 兩隻傢伙纏鬥呀 溫哥你是呆B嗎 我靠 溫哥被人推下去了 萬他大一點 那兩隻傢伶不會追到這邊吧 那這次我們要單挑了 他媽真追進來了 他媽真追進來了 他真的追進來了 我操不要啊 飛娃 救命 啊 我整個人都不好了 那這次我們要單挑了 那這次我們要單挑了 因為帶個飛娃是沒有用的 飛娃 飛娃真的沒有用 他很快就會死 這兩個貓撲兩下就 直接就死了 那我們只好 認真一點 拿個三龍戒 這樣一個人打的話 這兩隻大貓的血量也會相對少一些 我們可以看我們身上負重 44了 已經沒有太多空間了 穿一條哈威爾的褲子吧 還是穿件衣服 50.2 最好能夠這個頭盔就不要戴了 46 OK 保持在50以下有好處 好 這去幹 好 這去幹 血補妹補滿 還好 戳一刀掉很多血 等一下 哇 很掉血啊 還可以 哇操 等一下 受苦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靠 煩你妹啊 煩你妹啊 我靠 哎呀 簡直不能玩這個遊戲 簡直不能玩 看看這個視頻多久 因為我們身上套子已經碎光了 一個小時 主要是我們身上套子已經 已經碎光了 還要去修 那麼只好放到下一集了 下一集再去挑戰這個BY血緣的雙火 正好也是30級 哎呀我都快驚了 怎麼這麼難啊 我要去砍幾個小怪蟹糞 哇靠 我要砍你蟹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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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那麼 本集黑暗獅之魂就到這邊結束 因為太慘了 那麼下一集的話 就這個系列就正式完結 就這樣吧 嗯 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 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 呵呵